每天必备的24道花样美食 简单又美味 第一道 很多人都爱去饭店吃酸菜鱼 今天教你在家做 酸辣过瘾 鱼片滑嫩 比买的还好吃 首先将草鱼去掉骨头 切成薄片 鱼骨剁成大块 鱼片处理干净 加盐胡椒粉 葱姜水 不停地抓到鱼片吸收完水分 再放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下鱼骨煎到两面金黄 再放葱姜蒜和泡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鱼 酸菜每次放半包就够了 大火炒出酸菜的香味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煮出来的汤才更加浓白 调味加盐 鸡精 少许白糖 大火煮三分钟 捞出酸菜垫在碗底 均匀地放入鱼片 煮个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再放蒜末 花椒 干辣椒 葱花 淋上热油即可 这样做的酸菜鱼酸爽滑嫩 真的太好吃了 第二道 我告诉你们 猪蹄买回来像我这样做 软糯Q弹 南乳风味十足 洗干净的猪蹄 凉水下锅 加葱姜高度白酒去腥 焯水后捞出洗净 这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炖 像我这样 葱姜炒香再倒入猪蹄 炒干水分后会更香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包南乳风味的焖炒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 翻炒至上色 倒入适量开水 转入砂锅 加八角 桂皮 香叶 半碗花生 扣盖炖煮50分钟左右即可 一出锅满屋都是香味 软糯Q弹 大人小孩都喜欢 第三道 家里有老公的 一定要尝尝 这个菌菇炖鸡汤给你媳妇喝 喝完保证小脸红扑扑 先把鸡肉剁成小块 清水里加葱姜 炖汤的鸡肉是不需要焯水的 只需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原味 再放入砂锅中 准备一袋菌汤包 稍微泡个几分钟 一起放进砂锅里 放入姜片和适量我家的自来水 漫过食材 后盖小火炖60分钟 调味放盐和胡椒粉 撒点枸杞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菌菇鸡汤 你就这样炖 汤鲜味美 学会了你老婆整天笑咪咪 第四道 天气太热不想吃饭 那你一定要试试这道口水鸡 麻辣鲜香 好吃又简单 两个大鸡腿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 扣盖煮30分钟 捞出过凉水 蒜末花生碎 白芝麻小米辣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饭什么都好吃的口水鸡 调料再来一勺煮鸡腿的汤和香菜 搅拌均匀后淋在切好的鸡块上 即可开吃 要是你大鱼大肉吃腻了 就赶快收藏做起来吧 第五道 只要你家里有电饭包 不加一滴水 就能做出好吃的广式叉烧肉 鲜嫩多汁 风味十足 做叉烧 一定要选这种肥瘦相间的梅花肉 才更细嫩 切成大块后用牙签扎小孔 方便入味 加葱姜 蒜 白酒 生抽 酱油 我用的是这包广东大厨秘制的叉烧酱 来块腐乳增加风味 一勺蜂蜜抓匀后腌制一小时 放入电饭包 中把腌肉的料汁也倒进去 煮四十分钟左右即可 一出锅满屋子都是香味 切厚片就可以开吃了 肉质鲜嫩 好吃到尖叫 喜欢赶快去做吧 第六道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芥末虾球 饭店卖九十八一份 自己在家做还不到二十元 首先把大虾去头去壳后开背 加一个蛋黄 一点盐黑胡椒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然后裹上一层淀粉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炸到金黄酥脆捞出 碗中放沙拉酱 好吃的关键呢 就是这个蜂蜜芥末酱 拌均匀后放入虾球 拌匀后就可以开吃了 酥脆的虾球裹着芥末酱 这味道啊 真的是绝了 第七道 为什么你炒的猪肝又老又腥 只要你按照我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猪肝又嫩又香 切好的猪肝加盐 半罐82年的啤酒 反复抓洗一分钟 洗出里面的血沫 再加水清洗 多洗两遍 这才是不幸的关键 一定要沥干水分 炒猪肝是快速菜 你只需要加入一包家常菜小炒酱 然后再加淀粉抓匀 腌制五分钟 这样猪肝才嫩滑 锅中油热 炒香姜蒜泡椒小米辣 再倒入猪肝快速滑散炒 至八分熟 最后放入蒜苗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炒猪肝香辣入味 米饭都能多吃三碗 第八道 全家抢着吃的温州酱椒鱼头 鲜嫩辣爽 非常的过瘾 改上花刀的鱼头摆入盘中 再搭配一块内置豆腐增加口感 一勺料酒 一勺蒸鱼柿油 再淋上这个好吃的蜜质酱椒 其他调味料都不用放了 水开上锅 给它蒸个八分钟 是不是很简单 微微辣非常过瘾 喜欢你也试试 第九道 以后大虾别再白灼了 试试这个椒盐的做法 椒香酥脆 特别好吃 还没上桌就抢光了 处理好的大虾 加一大勺淀粉 抓拌至表面裹上淀粉 六成油温下锅炸 等待定型后再翻动 炸至金黄捞出 油热倒入蒜末煸炒出香味 倒入大虾 好吃的关键就是 撒上这个调好味的椒盐粉 放点洋葱辣椒末 大火翻炒5678下 就可以出锅了 用这个方法做椒盐排骨 椒盐猪蹄都很好吃 你也收藏起来做 第十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鸡腿买回来 别总是炒辣椒了 下次试试我这个清蒸鸡腿 多汁又鲜嫩 去皮洗净 加浆蒜末 葱花 小米辣生抽 少许胡椒粉 用你发财的小手 抓板均匀 腌制十分钟 碗中铺上老婆爱吃的金针菇 摆放腌制好的鸡腿 再把剩余的料汁 淋入鸡腿上 上汽蒸十八分钟 你看看就是这么简单 多汁又鲜嫩的鸡腿就做好了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一定要记住啊 当年我奶奶 就是做了这道清炖猪肉 才把我爷爷追到手 小时候的我也是经常吃 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 猪肉一定要选择前腿肉 切好装入碗中 加盐生抽 蚝油其他的任何调料 都不需要放 保持猪肉的原香味 放入一把提前泡好的梅干菜 把它均匀地铺平在肉面上 我们盖上保鲜膜 防止水蒸汽进入肉中 上汽炖一个小时可以 在家的你们一定要试试 第十二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很多人在家做饺子馅 总是干巴巴的 不好吃怎么做 才能鲜嫩多汁 今天就把我开了 69年饺子馆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先把肉剁碎 肉末中加盐 鸡精生抽 蚝油一碗葱姜水 一斤肉就加半斤水 这是肉馅鲜嫩多汁的重点 再朝一个方向搅拌五分钟 搅拌到肉馅完全吸收 倒入韭菜 喜欢吃香菇青菜 连藕的都可以放去肉馅中 这样调出来的饺子馅 比外面买得还好吃 学会的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非常感谢 第十三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出门捡了块大肥肉 今天我就带着兴奋的心情 教你们一种不同的做法 做出来的五花肉软烂入味 就连汤汁都可以拌饭又拌面 在家的你们今天一定要学会 没嫁人的猪肉冷水下锅 加高度白酒去腥增香 煮出血沫洗净 重新放入锅中 加葱姜八角干辣椒调味 您只需放一小包 这个卤水调味料 其他的任何油盐酱醋 都不需要放了它 倒入啤酒去腻增香 和适量的温水 按下煮饭键即可 你看看就是这么简单 在家的你们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熬猪油到底是用水熬 还是用油熬呢 很多同学都没整明白 今天把我烹饪29年的经验 教会于大家 去皮的猪油切成厚薄均匀的小块 锅中水开 放葱姜倒入猪油 开小火慢熬 熬到水分蒸发后油水分离 再转大火 这样熬出来的猪油特别洁白 存放个一两年都不是问题 油渣也特别的酥脆 留着明天炒个萝卜 非常的下饭 最后倒入容器里面 自然放凉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洁白 简简单单又方便 快去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如果你家孩子想吃炸鸡翅 不要再去点外卖了 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放久了也不回软 鸡翅一分为二 加葱花 蒜末 生抽 蚝油 抓拌均匀 腌制十五分钟 再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 好吃的关键就是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一定要抓住 每个鸡翅都能裹上面糊 油温一个一个的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了 这样做的炸鸡翅酥脆脆 我老婆的三个孩子一口一个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十六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梅干菜烧肉你还记得吗 当年的梅干菜烧肉那可是神菜 打开饭盒 相变整个寝室 今天这个做法你可看好了 做出来的梅干菜烧肉 不属于我奶奶当年给我的做法 新鲜的食材是不需要焯水的 只需放少许的盐和葱姜 像我这样反复搅打 这样做能让肉质吃起来更香更软糯 清洗干净下入锅中 加盐鸡精少许蚝油一勺黄豆酱 再来点生抽 倒入凌晨和小姨子喝剩的啤酒 去腻增香和适量的温水 没过食材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点 建议小火慢烧三十分钟 然后放入泡好的梅干菜 再焖十五分钟 最后开大火收干汤汁 就可以出锅了 记得把寝室门关好 你就可以大口吃肉 大口干饭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天冷了 炖个玉米排骨汤 给你家岳父岳母喝吧 汤鲜味美 暖腥又暖胃 新鲜的排骨不需要焯水 你只需要像我这样 加少许的盐和葱姜 搓成葱姜水 放入剁好的排骨 这样做能更好地去除猪腥味 喝起来才会更鲜美 清洗干净倒入锅中 搭配玉米红萝卜 两块姜片 再倒入我家的长姜水 没过食材 小火慢炖四十八分钟 撒上枸杞葱花 食用盐即可 炎热的冬天喝上一碗 暖腥又暖身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想吃萝卜炖牛肉 你就跟我这样做 汤香味美 肉质鲜嫩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剁好的牛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和高度白酒去腥增腥 煮至水开捞出 切记一定要用温水清洗 这样做肉质才不会收缩 导致酒炖不烂不塞牙 新放入锅中加姜片 再加两颗白纸 能更好地去除牛腥味 炖出来的牛肉汤蓉鲜白 倒入温水 没过牛肉 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搭配点白萝卜 再炖十分钟 出锅前撒点枸杞胡椒粉 食用盐即可 这样做的萝卜炖牛肉 汤白鲜甜 好喝又美味 既暖腥又暖身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十九道 一定要记住啊 鲁鱼买回来 不要总是清蒸了 像我这样做的酸汤鲁鱼试试 酸酸辣辣特别好吃 鲁鱼打好花刀 清水中放一勺盐和葱姜水 浸泡十分钟 这样做能很好地去除鱼腥味 还能使肉质吃上去更加的滑嫩 锅中油热下姜蒜小米辣 炒出香辣味 倒入我家的自来水 再倒入一包 这个大厨调制好的酸汤酱 水开放入鲁鱼豆腐 金针菇和毛豆粒 盖上盖 开大火煮个九分钟即可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鲁鱼汤鲜味美 全家都爱吃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一定要记住啊 下次想吃猪肉丸 不要再去外面买 保质期超长的速冻丸子 给我家孩子吃了 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QQ淡淡 大人孩子都爱吃 十二块钱一斤的猪肉 切好装入绞肉机 一斤肉倒入半斤冰水 然后加入一包大厨调制好的肉丸 调料粉 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 再用绞肉机搅打三分钟以上 搅成这种光滑粘稠的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用你点赞的小手 挤成小肉丸 切记一定要温水下锅 水开煮个五分钟 就可以捞出了 这样做的瘦肉丸 干净又卫生 大人孩子都喜欢 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第二十一道 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你们想吃卤水猪大肠 你就像我这么做 而且做法根本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难 就算你不会做饭 按我这个做法 一次也能做成功 十三一斤的大肠 冷水下锅焯水 加点高度白酒去腥 待水开捞出来洗净 重新放入锅中 加葱姜干辣椒调味 只需要放一小包 这个卤水调味量 其他的任何油盐酱醋 都不需要放它 倒入温水 没过食材 建议小火慢卤四十分钟 这事你看看 是不是很简单 再用跟了我二十八年的大刀 切成我嘴巴一样大小 装入碗中 浇上滚烫的卤水汤汁即可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二十二道 一定要记住啊 天气渐渐转凉了 所谓大块吃肉 大口喝汤 晚上睡觉都是暖乎乎的 剁好的羊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和高度白酒 去除羊汤味 煮至水开捞出 切记一定要用热水清洗 这样才不会肉质收缩 导致酒炖不烂 清洗干净 重新放入锅中 加姜片没有羊汤味的关键 就是这个牛羊炖汤料配列表 每次只需放一小包 味道瞬间就上去了 倒入适量的温水 小火慢炖四十分钟 搭配点白萝卜 再炖十分钟 加盐调味 枸杞再来一把香菜断即可 寒冷的天气喝上一口 暖心又暖胃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二十三道 大家好 这是我今天用菠菜汁做的蒸麻花 蒸出来的麻花蓬松暄软又好吃 不油不腻更健康 准备一百五十克榨好的菠菜汁 一克小苏打防止变色 三十克白糖 三克酵母粉 一个母鸡蛋搅拌 白糖酵母融化 三百克左右的面粉调成絮状 二十克的食用油 放在案板上 像我这样反复推拉 揉出有韧性的手套 整理成长条 分成相等分的小面积 小面积搓成细长条 表面刷油锁住水分 盖上保鲜膜松弛五分钟 搓成细长条 两只手相反的方向上镜 两个面积为一组 头对头 尾对尾 像我这样轻轻地伸长 再次上镜 上镜后轻轻地伸长 左手三分之一处 右手三分之一处提起 一头上镜 做成麻花 表面刷油锁住水分 放入蒸屉饧面 两杯大轻飘飘的水开 记着蒸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 蒸出的麻花蓬松轩 不油不腻 第24道 今天我做了一锅粗 做法简单 饭菜和菜都有了 可好吃了 我们先来和个面团 300克面粉放3克酵母 3克白糖促进发酵 160克温水和面 揉成光滑的面团 直接擀成一个大面片 刷上一层食用油 撒上一层食盐 把面像饰瓶中这样叠起来 再切成两厘米左右宽的剂子 把剂子稍微撑一下 然后拧两圈 一个花卷生胚就做好了 盖起来醒发到两倍大 锅中油热 放入葱姜八角干辣椒 炒香以后放入排骨 排骨提前焯过水的 翻炒两分钟 调味放老抽提色 生抽提味 两勺盐料酒去腥 再来点鸡精 加排骨两倍的清水 中火炖半个小时 然后加入豆角土 豆玉米盖盖再炖十分钟 把醒好的花卷摆好 接着炖十五分钟 收干汤汁 我们的饭菜一锅出就做好了 老少皆宜 特别好吃 是